我这根拍摄的家长杆是一米八 现在这么看 这只狮子板板的比天安门广场那个狮子要高 也比传说中那个十三爷印祥他们家门口那对狮子还要高 这就是明代狮子的气魄呀 走进古迹讲故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的隋中县 这个村子的名字叫石排路村 我们来这的目的 是为了寻访一位明代山海关总兵的墓园 这位总兵的名字叫做朱梅 是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晚明大将军 我们所熟知的袁冲焕 孙传廷 卢相声祖大寿 这些人呢 都是晚明的时候在关宁锦防县 抗击清军的赫赫有名的狠人 那么同样有赫赫战功的朱梅将军 为什么他的名字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呢 我想啊如果您能读懂读透 他的这片家族墓地 您的心中啊自然就会有了答案 朱梅将军自海丰 他的原籍啊就是隋中县 有人说呢 朱梅啊是隋中县的前所人 我翻了翻隋中的地方制啊 发现朱梅将军他不是前所人 他是离此不远的隋中县前卫镇人 与祖大寿孙传廷不同 朱梅将军只靠战功一级一级熬上来的 并没有显赫的家世 历任备狱参将副将总兵 最后一直做到都都一职 在袁冲焕手疗时期 朱梅将军和祖大寿一同担任过 袁冲焕袁都师的副手 先后取得了宁援保卫战的胜利和宁锦大捷 袁冲焕都师蒙冤被杀以后 朱梅将军就被委任为山海关总镇 也就是山海关总兵 他安抚百姓重修长城 招收祥丁 开垦屯田 有力的保障了山海关的防务 崇祯十年的时候 退休在家很多年的朱梅将军去世了 当时的大明朝 受西北反军和关外八旗兵丁的合围 已经是日落西山苟延残喘了 这会儿的朝廷 他急需立出一个中贞博尔的典型 来做标杆表率 于是崇祯皇帝就亲自下了两道圣旨 准许对朱梅建立高规格的墓园 并且派高级官员亲自来到墓地主持功绩 说也奇怪 崇祯皇帝并没按照惯例 对朱梅将军的父祖进行追风 所以为了不欺祖 朱梅的墓地只能离开祖坟 选址令建 对明清墓葬稍有了解的人 一来到朱梅的墓园 我想啊都和我一样 立刻就会被惊呆 首先是墓园保存的相当完整 其次啊 墓园的规格规制 远远超出了朱梅的身份地位 堪比亲王一级的元秦 从墓地最前端的望柱 到最后面的坟丘 有三百多米长 并且建筑时刻 均非常精美 墓地最前方的一对望柱 上面有吼狮的装饰 石排到两侧的石狮啊 非常高大 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对门狮 当然我指的最大呀 是石狮子的高度 并不是石狮子的整个体量 我这根拍摄的 加长杆是一米八 现在这么看 这只狮子板板的 比天安门广场那个狮子要高 也比传说中这个 十三爷印祥他们家门口 那对狮子还要高 这就是明代狮子的气魄呀 最为漂亮的 就要数这座石牌楼了 它是一座三门四柱三楼 单延无垫顶的石牌楼 牌份南面的正额上 刻着圣旨两个字 并且在下方 刻着两道圣旨的内容 第一道圣旨啊 是这样写的 朱梅准赠 太子太保 蒙音一子 锦衣卫 正千户 侍袭 亲子 第二道圣旨的内容是 朱梅准语 即酒坛造坟安葬 亲子 南面正中的提额啊 写的是明乐阉人 是当年的辽东巡抚 方一早提写 背面门额上 是山勇巡抚 缝任提写的 华表忠勋 这两块贬提额的时间啊 都写的是 崇祯岁次 吉毛夏季之吉 我算了算日子呀 大概就是崇祯十二年 1639年的六月份 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 史料上记载呀 这座牌楼上 还曾经坎坷着 力电余关 和固守明锦的字样 这八个大字之后啊 还有16个小字 这都是啊 概括朱梅将军 在宁远大劫当中 攻击的文字 不过您现在可 看不见这些字了 这些字啊 都被后人凿客掩盖了 至于是谁干的呢 咱们呀 先留个伏笔 一会儿再分析 过了牌楼 差不多呀 要走200多米 才能到朱梅墓园的 远寝门 这座远寝门啊 在二柱之间啊 原来有门额 上面肯定有提匾 在两个柱子的顶端呢 原来也有石狮 不过石狮在前两年遗失了 当地老乡说呀 这石狮子 一晚上的功夫 就被人偷走了 有很多朋友称呼这种门 叫二柱门 您记住了 只有在清代皇帝 方程下 武功前的 那个才叫二柱门 其他的 够不上叫二柱门的规格 在这儿啊 它只能叫做远寝大门 进了远寝大门 您就会发现呀 整座墓地 是在一个山坡上 三合土慢砖的神道 虽然不宽 但是呢 现在依稀可见 神道两侧 排列着四对石像声 又高又瘦 完全是延续的 汉唐以后的风格 从南望北 依次排序的是 坐虎 墨阳 和立马 排在最后的一对石翁众啊 又非常有意思了 它极为罕见的 是两个文臣的雕像 我们知道啊 这种规格的石翁众 通常是一文一武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儿 缺了一位武将 多了一位文臣 在坟前的两色 东西各有四块大碑 分别是 祭文碑和告命碑 这些碑啊 都体量高大 下有碧玺驼碑 上有垂龙的鹅首 墨地最北端的正中 就是朱梅将军的坟营了 坟秋高大 看样子 得有两三米高 坟营前 立着一块 结石 有人呢 管这种东西啊 叫木表 其实这就没文化了 这个东西啊 叫鸡 古迹有载啊 这竖者为碑 横者为鸡 其实这种石鸡啊 它并不出奇 在北京地区就有 香山植物园 哎 您翻翻我以往的这个节目啊 您就能看到 这块墓街上看客的 其实就是墓碑上 应该看客的内容 上边刻着朱梅的 官衔和封号 名 号赠左驻国 特径光禄大夫 太子太保 前经理军务 镇守积辽等处地方 五卦将军印 总兵官 后军都督府 左都督 海丰 朱公墓 好气 差点憋死我 那么为什么 官衔一大串 赫赫有名的朱梅将军 在史料中 却显为人知呢 这秘密啊 就藏在 大坟头下边的 四个小坟头上 这四个小坟头啊 就是 朱梅总兵 四个儿子的坟 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啊 那都传奇去了 这是咱们这小片啊 因为它篇幅有限 您要是乐意听啊 您就留言区 告诉我一声 只要您乐意听啊 我就乐意讲 好朋友们 给我点动力啊 我是立即更新 明儿了就讲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 并留言转发 得嘞 咱们明儿见